在粉丝眼里 他像是来自火星的歌者 总是自由自在 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所以他的演唱会名叫火星演唱会 粉丝们也叫火星人 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 火星弟弟孤独患者 神经质等 连何炯都说他从来没看懂过华晨宇 因为他很另类 不管是刚出道还是现在 都是沉默寡言 性格孤僻 朋友很少 因为父母离婚 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非常大 而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往往需要一生去治愈 宋丹丹也看得出来华晨宇敏感内向 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更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 采访中华晨宇表示 自己会通过写歌来发泄情绪 曾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星期不出门 创作会让他觉得安心 因此他还被称为夜间魔王 台上大魔王台下小可爱 这是粉丝们对他的认知 一起来了解华晨宇背后的故事吧 1990年2月7日 华晨宇出生在湖北省实验室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家里有矿 父亲是个很成功的商人 给了华晨宇丰富的物质生活 却没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华晨宇刚二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华晨宇被判给了父亲 父亲工作忙都是保姆阿姨照顾华晨宇 从他既是起 诺大的房子里 只有华晨宇和保姆阿姨两个人 虽然母亲每隔半年就回来看他一次 但是华晨宇年纪太小 加上母子俩见面机会太少 所以华晨宇都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滋味 长大后有时候会闹情绪耍小性子 把保姆也赶出去 自己一个人在房间胡思乱想 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太冷漠了 父亲眼里苛刻 偶尔回家一次 对待华晨宇像对待员工一样苛刻 连华晨宇考了全班第一 也得不到父亲的肯定 直接造成了华晨宇敏感孤僻的幸福 童年对他来说 不是彩色大事灰暗 在他十岁那年爸爸再婚还生了二胎 家里多了一个妹妹 华晨宇和后妈难以相处 于是生出中后就离开了实验室 只身一人来到武汉 在武汉的那段日子 很快乐很自在 衣服攒了一堆 房间脏得不行了 就请了个家政阿姨来打扫 父亲还给他装了固定电话 隔三差五打电话表示关心 偶尔出差路过武汉 就带华晨宇出去吃好吃的 就这样华晨宇在武汉待了久 期间除了上学 他还学会了很多东西 长笛钢琴等乐器 他在街上捡到一只流浪狗 同学们都说这只狗长得像华晨宇 于是给他起名花花 很快就到了高考 他没什么爱好唯独爱唱歌 所以就报了湖北武汉音乐学院 专业课满分 但是文化课只差一分 华晨宇决定复读 第二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武汉音乐学院 学习流行音乐表演专业 不上课的时候 他就宅在家里不出门 饿了就吃泡面 其余时间都在创作 闭关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一个半月 打下基础后 正赶上2013年的《快乐男生》录制 华晨宇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鼓起勇气去报名 他表演了一首史无前例的《无字歌》 评委蔡国庆表示欣赏不来 陶金银更为诧异 孩子不是有才就是有病 尚文杰却觉得 华晨宇是个天才 将来肯定有所作为 所以尚文杰是华晨宇的伯乐 他成功晋级 又经过层层筛选 杀进全国20强时 其余选手的家长 都来探望封闭学习的孩子 只有华晨宇的父母没到场 他并不意外 就连给父亲的备注都是华老板 决赛前一周华晨宇生病了 生代也出现问题 匆忙请来医生治疗 又匆忙登台 华晨宇并不比以往发挥的差 他没辜负尚文杰的栽培 拿下了快乐男生全国总冠军 那天他的微博粉丝突破了300万 华晨宇很快就签约了天瑜 那年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可以说华晨宇的成名之路很顺利 出道极巅峰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从2015年 启华晨宇的音乐事业发展迅速 一首国王与乞丐让他圈粉无数 和杨宗伟合作演唱 华晨宇的声音雌性且温暖 杨宗伟的声音细腻且大气 完美演绎了这首情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演唱会一票难求 作为一名90后歌手 他是唯一一个连开三场万人演唱会的歌手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是《华晨宇火星》三部曲的第一首 有关抑郁症患者的歌曲 他希望这首歌可以温暖相关听众 让他们感受到世间的善意美好 《华晨宇火星》三部曲的第一首歌 《华晨宇火星》三部曲的第一首歌 古舞大众关爱理解抑郁症群体 充分展现了音乐力量的魅力所在 《烟火》里的尘埃 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由灵溪作词《华晨宇》演唱 在创作这首歌之前 灵溪通过视频文字了解过《华晨宇》 写出的词就像是为《华晨宇》量身定制 人人都喜欢美丽的烟火 但没人会在意烟火绽放时带起的尘埃 表达了一个孤独的人渴望被理解的呐喊 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 为什么明天更精彩 有我离开 找不到通证的残涵 截止今日 《华晨宇》已经出到八年 她的粉丝数量稳步上升 已经跻身一线歌手的行列中 31岁的她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已经很厉害了 大家喜欢《华晨宇》吗 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